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北美生活说 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下美国新冠肺炎和股市的情况 首先呢,目前呢已经有546例的确诊和22例的死亡 然后与此同时呢,在今天3月9号的早上 美国的股市呢大跌 然后与此同时,由于S&P跌到了7%,然后触发了熔断机制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熔断机制 熔断机制呢就是说在股票市场的交易时间里 当价格波动的幅度达到某一个限定的目标时 就要停止交易一段时间 就像比如说保险司在电流过大的时候就会熔断 这样的机制呢就是避免恐慌情绪导致市场的波动 然后以防止大规模的股市下跌 然后呢,熔断机制呢最早是由纽交所在1987年提出的 就是为了避免发生黑色星期一这样的股灾 然后在1997年呢是首次跌爆 道琼斯指数首次跌爆7%,然后这是第一次被触发的 然后适隔了这么多年之后 美股再次发生了这样同样的事件 然后它的单向的预值是7%,13%和20% 今天呢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它已经跌了7%,所有的交易市场 所有的证券交易呢将会暂停15分钟 大家可能想问说为什么今天突然一下股价就大跌 是只是因为美国的新冠肺炎的情况不容乐观吗 其实并不是 在周日下午的时候呢 布鲁特原油的价格跌了30%左右 跌至每桶32美金 这已经是自1991年以来跌的最糟糕的一天 今天早上大概两个小时以前 川普发了推特 然后将股市的大跌归就于媒体和石油的价格战 然后并表示说较低的汽油价格对消费者更有利 他的原话是说 Saudi Arabia and Russia are arguing over the price and the flow of oil That and the fake news is the reason for the market drop 就是说沙特和俄罗斯在打石油价格战 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的市场跌的原因 然后呢川普又发了第二条推特说 去年呢大概有37000美国人死于流感 每年呢都差不多有27000到7万人的死亡 然后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关闭 生活和经济都继续的发展 在目前的情况呢 大概有546例美国的确诊和22例的死亡 想想这个数字 所以川普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数字相比于流感来说 新冠肺炎就是不算什么 这也是很多美国大众的一个观点 但是根据咱们知道的情况 就是说这个新冠肺炎 在如此短期的时间 已经达到了全球大概有10万人的确诊 然后有很多案例的死亡 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能和流感相提并论 它的传染力和它的死亡率 都不能和流感来相提并论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造成市场恐慌的一个原因 在这种市场恐慌的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 作为投资者消费者 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今天 Wealthfront就是一个美国的投资app 然后它就说 如果你是还继续考虑长期的投资的话 短时间的这种上升下降 市场的上升下降 应该对你的长期的投资计划 并不会进行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希望投资者依然保有信心 所以我也想在这里 跟大家讲说 不要太过于纠结于市场的恐慌 和这一两天的上升和下降 这个数字确实会很影响我们的情绪 最后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 然后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然后顺利度过这个新冠肺炎的期间 最后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YouTube和B站 北美生活说 谢谢大家 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新冠肺炎和股市的情况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